韩国瑜成功当选立法院长之后呢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讲话一向很直白哦 柯建民他竟然呛说 国民党你们嚣张没有落魄的救 好 绿营侧义也带风向 猛攻韩国瑜救人之后 第一个上班日呢 没有进立法院 但蓝军就炮轰了 立院没有会议 不进立院不代表没有上班 痛批这个黑韩产业链 重新开张 那同时也提醒了韩国瑜要谨慎小心 因为过去黑韩国瑜的这些人 并没有消失 立院龙头争霸 韩江沛打败尤昌沛成功当选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却呛嚣嚣张没落魄的救 蓝军反击民进党 过去八年目空一切 日子过得太舒服 才离基层太远 柯总召的态度 根本就是当家还要闹事主动的挑衅 难道是要陷害赖奇德 重大政势都不要在国会里面顺利的推动吗 我们从来没有志得一满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团 每一票都飘飘入贵 展现团结的力量 韩国瑜亦当选院长 马不停蹄处理国会人事 更亲自肯托人称国会活字典的周万来 回国接任立法院秘书长 但领测意境某群力狂轰韩国瑜 第一天上班就没进立院搞失踪 秘书长部分其实已经确定了 院长副院长 其实我们就是基本上全年无休 只是说工作地点不一定在立法院 黑韩产业链又再度的开张 忙着做 接受各方的一些建议拜会 没有会议 然后就被解读 所以没有上班 黑韩是不意外 但是拜托也是有一点点水平好不好 蓝军反击要绿营别抹黑 更红恐怕再出现过去的丑陋歪风 国瑜的办公室都还没有做好 请问一下他要去上什么班 那就是为了酸而酸 也没有办法去罢免他 所以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不怪不怪奇怪自败 很快的黑暗产业链就会消失 因为他们发觉 根本没有一个浪可以兴起来 国民党重返国会长舵权 不但要监督执政者改革贪腐政权 名嘴提醒韩国瑜没有蜜月期 要达到阔腐 建立更开放战业的新国会 记者谢宏如李一璇 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之后呢 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人气很旺 关注度很高 那么媒体呢 也很喜欢采访他 从网路声量来看呢 也是创新高 但我就问 到底民进党有多害怕韩国瑜 那些侧翼网军 是不是真的很不愿意看到 韩国瑜回来了呢 因为你看到这国瑜呢 才刚刚当选 黑韩产业链就开工了 但是呢 韩国瑜他直筹对决 他霸气发文 绿媒 侧翼 黑韩是大翻车 我们先来看到是韩国瑜最新在脸书 PO文透露他的行程 他说呢 国瑜正式接下院长重担 这几天除了在外呢 私下拜会请议啊 还有感谢之外 更花了一些时间密集跟几位朋友来洽谈 很高兴总算顺利密得几位立愿合适的帮手 而且韩国瑜他说 他也强调 选战激情已经落幕了 乌烟瘴气的政治口水 跟漫天的不时互相攻击 绝非人民所乐见的 那么呢 这个傅昆奇哦 好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是罗志强哦 他说呢 你看到确实哦 这个侧翼 以及绿媒 黑韩的速度 实在不能不佩服 才2月2号 就开始狂打 韩国瑜没有上班 是看不懂中文吗 立法院的网站就写得很清楚了 2024年2月2号 本日无会议 没有会议 不等于没有上班好吗 要黑韩 也必须要有一点点水平 那黄阳明说 你看到韩院长 莫忘立愿媒体多啊 特别提醒韩国瑜 以后每天会有很多很多的记者 一早呢 守在院长室门口 看韩国瑜几点上班 如果稍微松懈 那么黑韩产业链是随时会 死灰复燃的 那你看到 虽然有这个黑韩产业链呢 不过呢 当然也有力挺韩国瑜的声音啦 有这个脸书的粉砖呢 就在这个 脸书上po出了梗图哦 来力挺韩国瑜 好 那他是特别写到了 他说呢 如果韩国瑜没有公开行程 就是撬班的话 那赖皮撬班了15天 是躲在赖皮聊吗 那空心菜是不是躲在家里头喝红酒呢 还有一点 来我提醒大家 过去记得吗 赖清德在台南的时候 他曾经232天没有进台南议会 而过去我们的总统蔡英文也曾经745天 不接受媒体联访 那这些算不算翘班呢 梗图上也写着选后21天 赖清德没有公开行程是15天 消失率是高达了71.4% 以及蔡英文总统没有公开行程是10天 消失率是47.6% 好 那这些黑寒的人 你们怎么不看看 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呢 然后同一时间呢 还有包括了这个傅宫奇他也表示 他说未来将国会会揭发 八年民进党贪腐 国民党将在立法院 这个合纵连横完成立法 包括成立国会的特征组 准备听政权啊 调查权啊 国会政言不得说谎 会全力推动打贪腐 要让民进党找不到人当部会首长 因为呢民进党他们天天在说谎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黑寒呢 不只是你看到是躲在这个键盘 后面键盘侠啊 连媒体都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到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国外媒体了 好就是这一家媒体 他呢在这个标题上 是不是标题杀人呢 好我们来看到他怎么报道呢 他写呢韩国瑜好冒号 韩风在线台湾政台新立法院长上任首日 打伞标榜无法无天 他写标榜 好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就是当天啊 这个韩国瑜他到了立法院报道嘛 他跟这个谢龙介两个人 是这种幽默挥谐的方式 在这个表演一个像是段子的感觉 像是跟大家来见面 然后又开玩笑的方式 好不过呢 你看到这个非常知名的媒体 他说哈 他们是标榜无法无天 看起来就是这标题杀人嘛 对吧 好这个历史哥他也表示了 天哪 他看到这标题之后 他就说 就是一个俏皮的花絮桥段插曲 被外媒下标题是标榜 这到底是中文好 好还是不好 不知道 但用标榜两个字 就可以来造谣 变相的人格抹杀 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你看到此刻呢 这个韩国瑜当选之后呢 黑韩产业链再度开张了 退役的这个将军呢 这个栗正杰他表示了 他说韩国瑜现在压力很大 但是蓝营基层的民众 对韩国瑜有很大的期待 如果呢 韩国瑜挺住了 他还做出了一番成绩 政治生命有机会能够更上一层楼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次的秘书长他不是找寻网例 找这个退下来的立法委员来担任 以前都是这样 那虽然说退下立法委员对于立法院身来也很了解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他还是有政党的色彩在里面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么一个立法院里面最好不要有政党色彩 另外回到前面来讲我们讲韩国瑜现在声量创新高 其实我们都乐观其成 但是我特别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 这个基于爱之声哲之切 千万不要因为这两天的声量突然窜高 那你就还是要几天盛行 还是要几天盛行 这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媒体的距 其实他压力现在一定很大 因为媒体所有聚光灯一定都放在他身上 你每天一言一行 媒体都等着在给你做新闻 对媒体最希望说 你有个什么今天脸红红的 或明天早上晚几分钟到办公室或干嘛 就开始给你做文章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只是有处理别的事情 就说你没有上班 对这媒体 第二个绿营磨刀祸祸祸 准备要修理你 对不对 想办法在鸡蛋里面看可不可以跳到骨头 就算是没跳到骨头 我也要想办法去抹黑你 泼你脏水 这是绿营要做的 那对蓝营的群众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对他的期待很高 就是我们希望说你在这些 尤其像 我们就讲说这三个月里面 你就要拿出成绩给我们看 包括他到立法院的改革 国会的改革 或者是说对于蔡政府当初这八年来的 所有弊端 不管是论文案 或者是高端疫苗的这些弊案 民众来讲 基层民众都希望说你在三个月 就会查出来一个结果 然后让我们大快人心 所以绿营对他有很深的期许 蓝营对他有很大的期许 绿营对他磨刀霍霍 那媒体的眼光灯焦点 又放在他身上 那现在很好一件事 就是好的开始 我们讲好的开始就成功一半 一开始最起码在网路上面 在民众心目中 可以有一个好的一种好感度可以提升 这对他来讲 推展以后立法院院长的这种职务来讲 是先占了有利的一个人时的 人和的一个角度 在到这个地位来讲 那有利于他而后的推动 但是我希望他抱着一种 戒正恐惧的心理 然后而后来讲的话 你不要说这个谨言盛行 才能够统合整个国民党的 这个吴三席的立委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有一番作为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压力来讲 平常讲任何人放在是我 我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不管是各方各界 对你来讲有各种不同的要求 各种不同的评论 那你压力会很大 但是我希望说 韩国瑜能够顶得住这些压力 然后做出一番成绩来让我们看 这样的话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来讲 会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太阳星全校客废 一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一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一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生俊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一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